是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准备的啥呀 是一个吉他弹唱 哦 吉他弹唱 徘徊就得 孤单就得 你要走吗 飞呀飞呀 注意一点这张表情 一岁的骄傲着 那也算是我的模样 一岁的不安就得 你要去哪 飞呀飞呀 迷洋的沉默着的 故事里真的在情吗 我曾经划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下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这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想一想打上那 一走 也晚 也望着 也渴望着 也哭 也笑 也凭凡着 谢谢 别急啊 我觉得他可以来一个可爱十连拍 好不好 这真没试过 来试一下 来 对 吃惊的 开心的 害羞的 对 对 对 来 预备 可爱十连拍 一连拍 动眼睛 动眼睛 第十个 女朋友走了 又回来了 我以前经常觉得弹吉他的人是酷 帅 炸 是我第一次看到喜庆 圆润 朴实 在这个台上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看看小胖子的情商怎么样 下班之后打两份工的人 你认为会越来越穷吗 他会吧 那为什么呢 我的想法是一种可能 就是他如果下班后打两份工 我觉得一个人下班以后再打两份工 他的精力应该是不行的 所以说他本职工作可能做不好 所以说甚至可能有一天被炒鱿鱼 有一个人就是这样 明明是个学生 他要卖吉他 他要办培训班 他要做学生会干部 结果他的英语就不好了 英语就没有 太牛了这个 我服 你分析得非常正确 两位 两位 但这个的话就有一个前提 就是确实本身对本专业不是那么的 喜欢或者擅长 对 而且说实话如果那样的话 我也觉得如果我去那样做的话 也可能能够平衡考 自己都不好意思 你英语专业的 对吧 四年本科 四级 你觉得英语怎么样 因为还要考嘛 而且这个 而且这个不用多说的 这个英语专业学生这个样子不应该 然后确实也是自己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和不足 这个我承认也没什么好说的 国欣你也不必要这么谦虚 我觉得你要藐视他们 因为你人生不一定走英语这条专业嘛 对不对 我觉得做学生干部呀 自己创业是挺好的 你可能未来就是一个管理者 其实很多我们在工作当中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 但并不代表是说 他其他的方面就会很差 其实我们看一个人 要看他的整体 包括他把吉他能谈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其实从毛绍的意义上来讲 他在学习能力各方面不会太差 国欣问你一个跟工作相关的问题 你在大学的时候 有没有组织过什么大型的活动 因为你要做运营嘛 你觉得你哪方面的特质适合做运营 就是比较我 大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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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手太可爱了 他都 他都把这话说出来 就比较有大局官 对 超萌 好 好 好 接着 杜老师啊 我说每个大学生有他的特质的 有的人是专业型选手 他明显不是专业型选手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的法律啊 并不是都学得好 有几门的学得不错 但是有几门死尽 为了我经常接近挂科 那我要很努力 才能把他给过去 但是我不想在法律上面 可能是深入的有所建树